再一次多謝大會邀請我們來 我們好像合作了很多年 好像邀請過我很多次 我有一個假設,有一個前設 就是我以前說的應該有些用 應該幫助家長或同學 我希望這次也一樣可以幫助大家 在升學上有些選擇 或者在出路上的抉擇可以做得好些 所以再一次多謝這個主辦機構 另外一件事我要多謝就是 你們改的名字覺得很好 改這個講座的名字叫出路攻略 想起攻略就像打機那些攻略 那些攻略有什麼用呢 就是讓大家在打機的時候 有些困難的時候看了這個攻略 就可以有些幫助 我希望我今天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我們先看看 要說升學有些困難 我想最好看回我們的線 我們學有社有一條學生專線 我就臨做這個PowerPoint之前 去看一看記錄 我發現原來 每一年有萬個同學打來學有社 我分析過他們究竟有什麼困難 我發現有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太少 什麼太少呢 我發現很多同學覺得升學的出路太少 例如他想讀HKU 讀不到 例如他想進入CU 讀不到 第一 第二就是他覺得自己分數太少了 所以每一項都升不到 所以第一項都太少 但另一個很不同的方向 就是太多 什麼太多呢 有很多人覺得資訊太多 例如你今天來到這個工作市場 很多不同的資料 其實你拿完資料回去 未必很開心 你拿完回去 可能很困擾 是不是 有些家長在 家長 你以前 我們的升學 我們叫做單一升學 要不就重複 要不就升到大學 是不是 以前沒有那麼多困擾 是不是 所以現在我們發覺 很多資料未必是好事 因為你不知道怎樣選擇 第一個 第二個太多了 我覺得就是 就是意見太多 同學有沒有試過的 你明明想著 讀那樣東西 不過你媽媽叫你說不好 你老師告訴你 可能那樣東西是錯的 那本來你沒有困擾 變成有困擾 所以另一樣東西 學生的升學疑問 就是太多 太多 OK 那通常我們怎樣處理的 三樣 第一 你覺得沒有升學的出路 就給你一些資料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學一下怎樣選擇 學一下怎樣選擇 當你發覺每一間院校 或者每一個職業都告訴你 他很好的時候 最重要不是資料 而是怎樣選擇 第三個我覺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信心 信心 很多時候我們明明心目中 有一個選擇 不過這個選擇 大家不敢下 明明例如我 放Ju Plus 已經放了20個 但是你永遠不敢 按進去 是不是 所以第三樣 我通常會幫同學 就是給他一些信心 我們講到攻略 有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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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樣東西 如果你想在升學裡面 做得好的話 第一樣東西 有一定的成績 所以他是最核心的 第二個 你當然要有些升學資訊 如果你沒有升學資訊 就算你成績好 都沒有用 尤其是大家 我要告訴你 在新高中之下 升學資料是更加重要 如果工作市場 兩天前來找我 你可以多幾百個 可以讀 但現在不行 為什麼 因為3月15號 樹人的結局 你今天報 就算你成績幾好 都好 報不到樹人的 昨天來找我 又可以多幾百個 為什麼 昨天原來又有結局 昨天就是演藝學院的結局 所以你發覺 如果你今天 才知道原來樹人 和演藝學院的結局 可能你已經不能讀 所以你看到 升學資訊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 如何選擇 就算你知道 很多不同的資訊 但如果你不知道 怎麼選擇 其實都是沒用的 OK 我今天想多說 因為時間有限 只是多說 在如何選擇方面 最後 要有信心 就算你知道怎麼選擇 就算你已經肯定了 你出路 如果你沒有信心 就不能選擇 所以第四件事 都很重要的 信心 OK 我特別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 在升學裡面有個錯覺 錯覺是什麼 就以為你自己成績好 就不會選錯的 很多人以為 升學 你這麼繁擾 是因為你成績不好 但我要強調你錯的 我給你一個例子 認識不認識他 認識他嗎 認識他嗎 他呢 我覺得是這十年裡 香港成績最好的人 因為他當年十四歲 已經得到九個A 成績好嗎 很好 他當年破格中大 就收他讀醫科 讀醫科 他成績好 沒理由會選錯 但你有沒有留意 去年有個新聞 原來這個成績這麼好的同學 他在讀完三年中大醫科之後 他竟然轉系 轉去讀心理學 轉去讀心理學 因為他當初 他發覺他很喜歡的醫科 原來他三年之後 是不喜歡的 你再看新聞 三年前他說 始至入醫科 但三年後 他說 自不在醫 是不是很諷刺 他沒有所謂 因為他三年後 都是十七歲 但是如果你今天 去選擇一個科目 三年後才發覺是錯的話 可能你已經二十幾三十歲 行不行 所以我想強調一件事 升學的選擇 和成績是無關的 就算你成績很好 都會選錯 那怎樣選好 教育局講的 不是我講的 在選科裡面 有五個元素 興趣 志向 能力 環境 和意見 大家都很明白的 但原來每一件事 裡面都要深究 我會教你怎麼深究 但是另外一張圖 我想給大家看 剛剛那五個元素 其實是有次序的 你看不看到 那次序是甚麼 那次序就是 要從自己出發 個人興趣 和個人條件 是第一步 而那個溝通 是第二步 而外在環境因素 反而是最後那一步 為什麼我要這樣強調呢 因為有些同學是搞錯 或者倒轉的 有些同學倒轉 他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但他只是想去做一份工 如果你想做一份工 但你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即是說你去了第三步 但就沒有第一二步 隨時會錯 OK 那我逐個說 興趣 你有興趣嗎 你有沒有選科的興趣 有沒有升學的興趣 我記得同學是零頭 不要緊 我教你 興趣是很抽象的 但有些文獻 有些大學的書籍說過 所以興趣其實有五六個元素 第一個 你對那樣東西是關注的 對那樣東西是關注的 例如我看報紙 見到一些足球消息 我很關注的 第二樣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對那樣東西是有感受的 例如我心愛的曼聯 歐霸杯出局 我是很不開心的 所以證明甚麼 證明我對曼聯和足球是很有興趣的 第三樣 你如果關注那樣東西 你簡直會去做 例如我會去踢球的 例如 不單止你會做 你不會偶然做那麼簡單 你還會常常做的 最後 還會將那樣東西變成習慣 所以你想一想自己 平時對哪些東西是經常做的 或者你有關注的 或者你只是看那個新聞 你都很關心的話 那樣可能是你的興趣 我想強調這些東西 未必是很實在的 可能你平時看電視劇 或者你看新聞 你發覺你對某一些東西 是關心的話 可能已經是你的興趣了 OK 但是有時候興趣會搞錯 我想強調 第一個 生活的興趣 和學習的興趣 是兩樣東西 我見到很多同學是這樣的 她喜歡打機 她媽媽就以為讀電腦最好 但當她真的讀的時候 她發覺原來她是不喜歡電腦的 她只是喜歡打機 不喜歡寫program 或者設計一些程式 那這個 你又搞錯 生活的興趣 和學習的興趣 是兩樣東西 第二個 你要留意 就是興趣的持續性 有些同學想起 這一刻你有這個興趣 但是你一年前或兩年前 那個興趣是不同的 那如果你發覺那樣東西 是不持續的話 你小心點 因為你很可能選錯 第三和第四 一起說 因為這個是最多人錯的 很多時候 那些同學認為自己有興趣 是建基於一些錯誤的資訊 同學知不知 香港聯招最多人選的方法是甚麼 知不知 很容易想的 香港是商業社會 BBA 對不對 最多人選BBA 所以香港最多科目是工商管理 但為甚麼她喜歡BBA 我問過很多同學 讀她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再探討 或者再深究 發覺她不是喜歡BBA 她是喜歡 她喜歡錢 她喜歡花錢 喜歡賺錢 她就讀BBA 很簡單的想法 第一個 第二個 聯招報名的人數比例 你知不知哪一科最多的 最難爭 猜不猜到 社工 原來社工每年都有六十多人 欠一個位 為甚麼那麼多人喜歡讀社工 我有跟同學說過 聊過 那些同學的想法很簡單 社工 學校那個 學校社工聊天 聊天就可以賺幾萬元 我又很喜歡聊天 那我就喜歡做社工 是不是很容易 這個想法 所以我發覺很多時候 那些同學 他們自己想一件事 他們很喜歡 他告訴你